哈囉 哥們 你要不要讓我回下去的空間 今天呢 我要挑選三個 算是我真的有點不是很在行 不是自己非常害怕 畏懼很久的一個象徵 OK 今天這一集非常非常的特別 因為大家一直以來都知道 其實我各種運動應該算是都稍微有涉略 算是擅長 但是今天這集呢 是特別不一樣的一個挑戰 因為平常我去挑戰各種運動 大家可能都覺得輕而易舉 但今天呢 我要挑選三個 算是我真的有點不是很在行 或是自己非常害怕 畏懼很久的一個項目 那今天呢 我即將挑戰的三個項目有 第一個 有沒有看到這邊的空景 我們等一下即將體驗 飛行產從這邊往下滑 因為其實 有點怕高啦 然後第二個挑戰 我們會去挑戰的是七彈射擊 因為其實我以前在 以前有比過賽 但是射到幾次真的很痛之後 我就不太敢玩了 所以第二個挑戰會去挑戰一下七彈 最後一個挑戰呢 會去挑戰 一樣是抖下 因為我有點怕高 然後去挑戰一下登單車 下坡的這樣的感覺 OK 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去著裝 我是路上運動學系 只是路上還算在行耶 空中 不太行 空中就交給專業的教練 交 啊 真的要往前走嗎 你看得到前面嗎 那個是看不到底的耶 很恐怖耶 等一下我們要起飛之前 你的右腳先跨一步 右腳跨一步 對 身體微微往前傾 那我綁一下鞋帶好了 可以啊 我覺得我的鞋子很鬆 快掉下來 還好嗎 拖延之處嗎 對啊 我說一二三 你的右腳先踩一步往前 右腳踩一步往前 身體微微往前傾 像往後要起步的那種感覺 對不對 OK 你的方向有點對著那個山 好 對眼睛也看著它 好 當我說一二三 你輕輕的往前走 OK 我說後退 好 你一樣後退 好 你走 好後退 站好 站好 往前走 站好 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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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就這樣起飛了 Oh my god 沒辦法想像 突然就這樣飛起來了 好可怕 算是有克服到我的恐懼了 有嗎 其實原本有點怕高 有點怕這種踩不到地的感覺 放輕鬆就好 相信我 對對對 我會把你安全著著地的 放到地面 好 好 我準備好了 好 應該吧 哈哈哈 哈哈哈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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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活得真好 知道為什麼現在坐著嗎 因為很像腳軟是沒那麼騎的 腳軟啦 你知道剛在那個飛下來的瞬間 大概有分兩次的可怕 欸不對應該是三次 所以一出發的時候 教練在想辦法走氣流的時候 哇我快快嚇到尿出來了 因為抓超緊 啊啊啊啊啊 然後一出去的時候 還好到後面教練的技術真的是超級厲害 大概飛可能兩三分鐘後就爬升到一定的高度 真的覺得這個克服完第一次那個恐懼之後 接下來在上面盤旋就會覺得心裡終於舒坦很多啦 然後重點是重點是 你們剛剛應該有看到那個畫面 教練在結束前跟我說要來給我一個精彩的加碼 他跟我說這個算是特別服務啦 然後所以他剛在上面 我自己是看不到 我只覺得 我還能不能活著降到地板 我都不知道那種感覺 教練給我一個耍個特技 我剛剛看了明天之後 我們是360旋轉耶 轉到我在上面已經覺得 啊 啊 我肚了 快它肚了 waiting 我不行了 然後教練真的是沒有在喝氣 直接給我轉超過五圈 我只覺得就是人已經被甩到這樣 啊 然後看到天空了 我快 頭已經倒到地板這樣 算是我覺得 稍微克服我對於高空的恐懼了 接下來 第二個挑戰 也是我很害怕的 七彈射擊 出發 好 剛剛完成了第一個挑戰 我們現在來到七彈場 第二個挑戰我們就是要挑戰七彈射擊 其實我在高中曾經參加七彈比賽 曾經曾經的打到全國比賽過 那如果我繼續打 說不定現在頻道就不是拍跑步的腳踏車了 但為什麼後來會轉行呢 就是因為其實七彈射到真的是超級痛 好痛 流血了 所以我這次要來挑戰克服的恐懼 就是挑戰這個痛的恐懼 因為七彈射到真的是超級痛 我跟你講沒有在演 打下去直接黑槍啊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分兩隊來挑戰 那二打二的情況下五分鐘內 到底誰中的槍速最多 那一隊就是失敗啦 那最終我們會挑戰我自己的恐懼 就是挑戰三個人對我連續射擊 想辦法達正到對方的贏區 OK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準喔 好可怕 好可怕 看了我們身上的蛋殼 第一戰熱身賽已經結束了 但剛剛這樣大家實在打得太保守了 等一下我要直接克服我的恐懼 待會直接讓他們1打3 等一下我從最起點的地方出發 如果我在拿到紅旗之前只有中5發 這次挑戰就算是我勝利 如果我挑戰失敗呢 我將進行最終的克服恐懼大挑戰 那我們就開始吧 GO! 字幕提供 他們根本沒有要讓我活下去的空間 三打一太可怕了 我等一下準備用一個開槍掩護目標 跑到前面那邊 準備 準備 好可怕 哇 哇 現在他們直接三角鎖住我 哇 太可怕 哇 終於算是克服了恐懼了 剛剛從底線跑到這裡 大概才20公尺 但是我要面臨三個槍口的情況下 還好挑戰成功 OK 我剛剛這個中槍大概一發兩發三發 算是沒有達到我們懲罰標準 還好有這個家機庫彈性OK 我可以這樣 看這個 棒棒棒棒棒棒 整個很OK 好啦 我們去下個挑戰 GOGO 好我們現在來到最後一個挑戰 我現在人在台中大渡山上 有沒有看到我後面這塊 開闊 一望無際的這個風景 等一下呢 我即將從這裡出發 挑戰算是 我自己算蠻害怕的一項運動 也就是登山車 那我們會一路從這個山頂出發 滑滑滑滑滑到最下面 總長有1.5公里 沿途呢 是非常非常多的考驗 所以算是非常有挑戰性的一條賽道 這裡呢 也就是每年offroad的經典賽事之一 大概每年只要這邊辦比賽 一定是熱鬧滿場 我們等下即將從山頂出發 一路滑到山頂 來克服我自己心中的恐懼 但是在開始之前 我們還是先練習一下好了 我們即將開始第一次的訓練 因為開始前我覺得不練習 我其實蠻擔心摔車的 所以我們先從這個比較基礎的路線 先騎個兩三趟 練習完之後我們再開始今天的挑戰 出發 好高 剛剛這個挑戰太艱難了吧 一路上我真的是根本煞車按到最底也煞不住車耶 只能想辦法不要跌倒的方式下滑 這個要克服恐懼實在是要很大壓力啊 好吧 我們去最終挑戰 出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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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耶 挑戰成功 我跟你講 剛剛這一路根本就是太可怕的路線 從頭到尾 如果你只要煞車煞不住 我剛剛直接差點兩次都衝出賽道 好在我這個按到底屁股直接翹起來 而且我剛剛穿的這個TOKYO RED家機褲 給大家看一下 我裡面還有搭配著護膝呢 它竟然延展性這麼好 從頭到尾呢 幫我防刮了很多旁邊這些雜草 完全沒有一點刮傷 最後我完成了這次挑戰 我覺得這個路線呢 應該可以排得上我人生挑戰過的恐怖事件 我覺得是前三名 真的是太可怕了 剛剛這個下坡 持續兩分鐘的時間 我跟你講 我手完全是爆冷汗 而且手這樣抓 挑戰成功 OK 我們終於完成這三個挑戰了 大家應該知道這三個挑戰看起來 對我來講應該真的是非常害怕吧 但我覺得 挑戰完之後 算是某種程度上應該克服了這些恐懼 心裡沒有這麼害怕做這些事情了 所以 現在我應該也可以說是天不怕地不怕了吧 上山 下海 上天空 沒有 下海 還是有一點點可怕啦 但 這三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共通點 沒錯 那就是我都穿著 Edwin東京紅家機褲 它的透氣 延展性 還有高回復力 讓我在助跑 還有各種肢體延展上 都沒有拘束感 所以非常感謝Edwin 讓我們有機會挑戰這三個 我自己非常害怕的事情 也算是克服一大障礙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這邊結束囉 我是你的家楊哲人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看我挑戰更多 什麼非常可怕的挑戰 歡迎底下留言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又在一組的這個情況下 我怎麼會